三位老师好 在场的24位女嘉宾大家好 我是单季峰 今年27岁 来自吉林长春 目前在这张工作 这位男嘉宾 由励志新闻提供 来 选你的心动女生 男嘉宾在选择心动女生的同时 系统已经为他匹配出了 制推女生 当他进入权力反转的时候 我们将公布制推女生 参与恋爱选择 您的第一个诉求是 我希望了解你一件 保留10年以上的旧物 你们说一下 你们现在有什么身上的东西 或者家里的东西 用了10年还在用的 李卉卉 你好 我有一个 我家人在我幼儿时期的时候 给我买了一个小兔子 几年前还有 但是后来在搬家的途中 不小心遗失了 它是网上有一个俗称叫阿贝贝 因为我必须要抱着他睡 然后才会有那种安全感 我也有一个类似的 是我有一个钥匙扣 因为同校上学 我是自己走 然后家里的钥匙 后来我们搬家了 但是那个钥匙扣 我一直留着 马庆芳 大家宾你好 我是之前有一件毛衣 是我妈亲手织的 虽然说现在已经穿不上了 而且当时那个款式也比较老 而且我妈织的还有点织小了 但是我还是依旧保留着 因为是妈妈学会织毛衣第一次织的 所以我觉得非常有纪念心意义 谢谢 这个我又有同感了 就我有一件高领衫 我拍VCR的时候还穿了呢 然后导演问我是什么时候的 觉得还挺好的 我说是我高中卖的 现在还留着呢 王梦瑶 男嘉宾你好 我有一个粉色的裙子 是我上幼儿园的时候穿的 然后我幼儿园的毕业照 也是穿的这个裙子 我当时就觉得这是最漂亮的裙子 然后现在他也会挂在我的衣柜里 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就会想 以前是怎么样一个很小小的女生 然后穿这件漂亮的裙子的那种 开心的心情 我觉得看到这件裙子 我就可以回忆到 谢谢 我觉得粉色应该还挺适合你的 就像个小公主一样 就像个小公主一样 这哥们儿是真会聊天 前两位他的第一反应都是 我也有一件 这个裙子一出来 那我就等着他 你有没有这个你腰儿园 实事求是 实话实说 我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用的东西超过十年以上的 我的手机号码20年 我住的房子19年 我上的这个班30年 没换工作 没换住址 没换联系方式 说明什么 说明我不欠人钱 也没人找我麻烦 我现在跟他一回看了 我打开了 我去那边 谢谢大家